上个视频你已经了解了本分的结构 这个视频我主要来介绍它的性质 先说物理性质 本分有胶石碳酸 是最简单的分类有机物 纯净的本分是无色晶体 但放置时间较长的本分往往是粉红色地 另外它具有特殊气味 溶点是43摄氏度 常温下温易溶于水 其溶解度是9.3克 易溶于有机溶剂 但温度高于65摄氏度时 本分就能和水以任意比例糊龙 要注意的是本分有毒 具有腐蚀性 这些都是本分的物理性质 其中有三点需要特别注意 第一 为啥纯净的本分是无色晶体 但放置时间较长就成粉红色的呢 这是因为本分 亦被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为对本昆 而对本昆是粉红色地 所以放置比较久的本分 就成粉红色了 因此本分是要密封保存地 第二 常温下本分是固体 但放进水中就成液体了 不过要注意 把本分放在水中 会降低它的溶点 所以低温时 较多的本分 在水中形成的浑浊液体 不是悬浊液 而是乳浊液 因此要想分离 本分和水的混合液 只要分液就行 但不能用过滤的方法 来将它俩分离 第三 本分有毒 对皮肤具有腐蚀性 因此使用时要小心 如果不慎沾到皮肤上 那就要立即用酒精冲洗 对于这两点 咱再做个实验来验证一下 这个试管中 先加入油药池本分 再加入五毫升水 震荡 你会发现液体变浑浊了 但这是乳浊液 接着加热 溶液又逐渐变成青 如果再冷却 它就又变浑浊了 最后再加入酒精 它立即变成青了 看来这两点是有实验依据的 好了 物理性质就讲到这 咱再来看看它的化学性质 由于本分可以电力出氢离子 呈弱酸性 因此它可以表现出酸的通性 比如可以与活泼金属钠反应 问题来了 本分和乙醇中都含有抢击 那它俩和金属钠反应 谁会更激情一些呢 当然是本分更有激情了 因为分中的抢击 要比纯中的更活泼 前面说过 本分又叫石碳酸 那它能和解发生中和反应吗 咱来做个实验 先向乘有少量本分的试管中 加入两毫升蒸馏水 震荡 再向试管中逐低加入 5%的氢氧化钠溶液 并震荡 最后再加入细烟酸 从这个实验中你可以看到 加入氢氧化钠溶液后 溶液变成青 看来本分和氢氧化钠能发生反应 实验证明生成了本分钠和水 但加入盐酸后 溶液又变浑浊 说明又生成了本分 发生的反应方程式就是这样的 这个反应可以看作强酸至弱酸 从而也证明了本分是弱酸 当然了 本分也能和盐发生反应 比如本分和碳酸钠反应 实验证明生成的是本分钠和碳酸氢钠 不过本分和其他弱酸有一点不同 那就是本分的酸性实在太弱了 弱到往本分的水溶液中 滴入紫色的石油石济时 石济都懒得变红 真是可怜呀 好了 又到总结时间 首先 本分的物理性质要注意三点 第一 本分亦被氧气氧化 所以要密封保存 第二 低温时 本分在水中形成的是乳酌液 所以不能用过滤的方法 将本分与水分离 而要用分液 第三 本分有腐蚀性 如果不慎沾到皮肤上 要立即用酒精冲洗 第四 本分是弱酸 具有酸的通性 能和金属钠 碱 以及某些盐反应 但不能使石为石济变红 好了 先讲这么多 快去刷题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